好 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第二个板块 我们要研究一下在整数分差中的一些最值问题 我们来看例五支道题 说有一段20米长的木栅栏 围成一个长方形 要求长方形的边长呢还都得是自然数 那现在问这个长方形的面积最大是多少 我们看什么的问题 涉及到一个最大吧 像这样的问法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叫做最值问题 那么在这道题目中问的是最大是吧 那有些题目中可能问最少 最多 最小 那么像这样的题目统统都叫做最值问题 OK 明白什么叫最值问题了吧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的条件 首先告诉第一条件是什么呢 就有一段20米长的木栅栏是吧 这20米是木栅栏的长度 而木栅栏围成一圈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吧 所以这20米同样也是这长方形的什么 什么 你看老师的笔画 长方形的什么 周长吧 是吧 因为围成一圈的是20米 所以周长就是20米吧 所以不管这长方形的面积是大也好 是小也好 它有一件事是固定的 就周长是不变吧 而长方形周长等于什么 长方形周长等于 长加宽 然后再乘2吧 这等于20 那么反过来说 那长加宽乘2等于20 那还原回去 20除以2 长加宽 就应该等于10吧 是吧 那接下来是不是进入 今天我们讲的整数分拆的节奏了 两个数的核是等于10 那么 我们可以把10拆开吧 是吧 哪些情况 9加1 8加2 7加3 6加4 还有一个是5加5吧 那还有没有4加6的情况呢 4加6实际上就把6加4给它颠倒过来吧 那颠倒过来形状有没有发生改变 那可能原来是横着的 你颠倒过来就变成竖着的 对不对 面积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那种4加6呀 什么3加7呀 这样的情况我们都不没举了 OK 也就是有哪些长方形呢 1 2 3 4 5 诶 这是长方形吗 5加5 长和宽都是5 这其实是什么事情 正方形吧 正方形是不是长方形 我再说一遍 是不是 正方形是特殊的长方形吧 对不对 所以题目中研究长方形 咱们也得把正方形包含进去 OK 那么接下来这些长方形都有了 那么咱们再算面积吧 看看哪个面积是最大的 怎么算面积 长程宽 比如第一个面积是9 是吧 第二个2826 第三个3721 第四个4624 最后一个5525 很明显哪个面积最大 25吧 也就是你会发现 正好这个长方形 它升级变成正方形的时候 导致了它的什么最大 面积最大吧 那这个是不是一件巧合的事情呢 那咱们把数据变一下 咱们再试一试 好吧 那比如说这个20 咱们变成28 那如果变成28的话 那长加宽可就不是10了 长加宽就应该是28的一半 这应该是14 是吧 那谁加谁呢 13加1 12加2 11加3 10加4吧 是吧 还有9加5 8加6 7加7吧 对不对 那么接下咱们算面积 首先13乘1 这面积是13 是吧 12乘2 面积是24 然后11乘3 面积是33 10乘4 这面积是40吧 然后9乘5 面积是45 6乘8 面积是48 7乘7 面积是49吧 那你会发现 什么样的面积 依然是最大的 依然是当这长方形 升级变成正方形的时候 就是两条长和宽 是相等的时候吧 是吧 而且大家会发现啊 你想13和1的时候 这长方形应该是最扁的 是吧 就长最长 然后宽最短 是最扁的 然后逐渐你会发现 这个长方形 越来越接近于正方形吧 是吧 你会发现 但是当它逐渐变成正方形的过程中 实际上它的面积 也是在逐渐变大吧 13 24 33 40 45 48 49 OK 那么这个性质 咱们就可以总结成一句话 同学们记笔记 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叫做两个数和一定 差越小 几越大 两个数 和一定 差越小 几越大 是吧 那什么时候成绩最大呢 就差 正好变成几的时候 变成零吧 是吧 正好当它变成一个正方形的时候 这个时候成绩就变成最大的吧 那这个前提非常重要 一定要保证和一定 对吧 比如说咱们一开始第一次拆 拆的是十 第二次拆 拆的是十四 这是一个公平的前提 是吧 你不能说我拆十的 跟拆一百的去比 这就没有比较的前提了 明白什么意思吧 必须有这个前提 叫两个数和一定 差小几大 并且这个性质非常好记啊 跟大家讲一个非常搞笑的例子 说有一次呢 叫羽毛球比赛 羽毛球比赛怎么比呢 是一个双打比赛啊 什么叫双打 大家知道吗 就是这儿俩人 这儿俩人吧 OK 然后呢 这个规定呢 非常奇特 就双打比赛的双方 这两个人的年龄之和 都得是八十岁 是吧 前提和一定嘛 是不是 你不能说这和是八十岁 这和是一百六十岁 这太老了 是吧 好 那这什么情况呢 这两个人一个是七十九岁 那另一个就是一岁 是吧 这两个人呢 一个是四十岁 另外一个也是四十岁 哈 那么这个如果没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 你觉得哪方比较厉害 很明显是这比较厉害吧 是吧 你说这一岁的 还没羽毛球拍高呢 这个七十九岁的 跑两步跑不动了 是不是 所以 根据这个 你也会发现 两个数和一定 差越小 什么越大 还是能量越大 成绩越大吧 明白了没有 这句话记下了没有 再说一遍 两个数和一定 差小几大 这几个字 一个都不能了 你不能只记 差小几大 必须把前提带上 两个数和一定 差小几大 OK 好看一下完整的解题过程 二十是周长 所以强和宽的 和是十 是吧 然后拆开之后发现 当边长是五和五的时候 差越小的时候 成绩越大 这个时候正好是一个正方形吧 OK 好来接下来 利六这道题 刚才他已经迫不及待出来了 是吧 好来 看一下题目 用一段木栅栏 围成一个面积是 三十六平方米的 长方形 要求每条边的都整数 那么这个长方形 周长 最短是多少 这道题是也是一个最值问题 问的是什么 最短吧 只不过上一道题是周长是固定的 这道题什么固定 面积是固定的吧 是吧 面积是多少 面积是三十六 所以这道题 我们如果列算式的话 就长乘宽 这等于三十六吧 是三十六 那么谁乘谁等于三十六呢 好 这道题我先不说 同学们自己先暂停视频 去把谁乘谁等于三十六 把它拆开 然后去想一想 什么时候周长是最短的 并且想一想 你能不能总结出一句 跟上一句话 类似的一句结论呢 好 走完了吗 那首先第一种呢 当然是三十六乘一 三十六乘一了 是吧 第二种呢 就应该是十八乘二 是吧 然后还得是十二乘三 还得是九乘四 还得是六乘六吧 那还有其他情况吗 还有其他情况 就是四乘九 四乘九跟九乘四的话 就一个是这么放 一个是竖着放 竖着放 是吧 这没什么差异 而不会改变它的周长 所以就这一二三四五 这五种情况 哪种情况的周长最短呢 周长照理说是长加宽乘二 那咱们大家都要算乘二 那就可以都不算乘二 直接算长加宽就行 是吧 那这个长加宽是三十七 这个长加宽是二十 这十五 这十三 这十二吧 所以相比较而言 你会发现哪个的长加宽是最短的 是不是这个长加宽是最短 是吧 而且巧合的事情又发生了 这个时候如果是六六的话 它同样也是一什么型 也是一正方型吧 对不对 所以刚才那句话 在这个里面 是不是同样可以总结出来 只不过刚才是两个数的和一定 现在是两个数的什么是固定的 成绩是固定 对吧 两个数的成绩如果一定的话 差越小 和怎么样 哎 别说错了 差越小 和应该越小吧 差越大 和应该 越大 这同学们能理解吗 跟刚才是相反的 对吧 刚才是 差小 积大 现在是 差小 和小 差大 和才大 OK 同样是在正方形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最值 只不过这个时候 就不是最大值了 而是一个最小值 最短的情况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完成的解题过程 36平方米呢 是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最长和宽的成绩是36 那么36拆开 这么些情况 是吧 那么发现边长是6和6的时候 长方形的周长是最短的 此时长方形 正好是一个正方形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把这两句话 合在一起 大家再看一下 两个数和一定的时候 差越小 积越大 两个数积一定的时候 差越小 和越小吧 那先生老师 你这两句话 特别绕口 是吧 万一我反了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想一想 这个结论 咱们今天怎么得到的 不如老师直接 印灌输给你 是吧 这个不是 咱们通过几个简单例子吧 所以当你忘记的时候 你也可以怎么样 举例子吧 是吧 比如说你忘记 到底成积一定的时候 是差小和小 还是差小和大了 那么就举36 是吧 那你忘记 这个和一定的时候 到底是差小积大 还是差大积大了 这个时候 你也举例子 是吧 你举个十 明白我 什么意思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啊 大家没有必要去死基因拜 是吧 应该在理解的 技术上去记忆 并且当你忘记的时候 你还有方法把它想起来 好 那么这两道题 我们就讲到这儿